最近經常聽著一句話 為何經常聽到 因為在電台當作廣告 不斷重複 我想是公共事務宣佈 我想你也聽過 他說什麼 果汁其實是很多糖 直接吃水果更好 這句話我覺得很有問題 亦令很多人來問長哥 你這麼提倡去榨汁 不是吧 現在政府告訴我們 不要喝不到果汁 沒錯 長哥寫了兩三本書 是講果汁的 講到smoothie 果菜露 以及榨汁 我們講的是兩件事 飲汁和飲露是兩件事 不過就是先講飲汁 汁都有很多種 有些汁就沒有糖 譬如我隨便說 你去榨蘋果汁 也不是很多糖 如果你去榨酸一些的汁 檸檬汁 或者奇異果 是有多少糖的 我們不是說那些 政府講的那些 我想的專家 營養師那些 經常叫你不要 忍著糖 他們沒有講清楚 或者他們搞不清楚 令我們搞錯了 以為糖就是糖 糖有很多種的 我們是需要糖的 我們的身體 如果不夠糖 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不夠卡路里等等 所以果汁是幫到我們很好的 只不過 他們說的是你買回來的 一盒一盒一瓶一瓶的 你問長哥 長哥叫你千萬不要買了以後 但是如果你是先榨的 只要你不是幾杯幾杯 大杯大杯地喝 就不會令到你身體的血糖 或者突然間就升 亦都不會令到你吸收過多的卡路里 反而你去喝 買回來的那些加工製品的糖 那些就很嚴重了 因為那些含有很多白糖 白糖是毒品來的 會令你蠢的 會令你的身體酸症的 你就百病重申了 會令你情緒很波動 當然不會喝那些 明白嗎 所以你以後要記得 我們說的果汁是先榨的果汁 這些不斷地喝 當然不要喝太大量 過油不及 你就會很有益 很多人都問 為何不只吃水果更好 很簡單 譬如紅蘿蔔 你能吃多少條紅蘿蔔 但我們一炸 可以炸兩三條紅蘿蔔 就這樣喝光了 明白嗎 還有很多人 尤其是虛弱的人 重病的人 他們的腸胃 不容易吸收營養 或者根本沒有胃口 你試一下 你叫它吃蘋果 你叫它吃雪梨 它很辛苦 或者沒有牙 所以就要靠榨汁 榨汁是一種完全不同吸收的渠道 在我們的腸胃裏 所以水果要吃 但果汁不妨有限度地喝 有智慧地喝 適合你的體質 適合你的份量 肯定是很好的 不要讓那句話誤導了你 明白嗎